一个亿万富翁做生意的智慧 他爷爷在他九岁生日时送给他一块表 说是他祖父送给他的 让他先去楼下的表店问问 这只表能买多少钱 他去后回来很不屑地告诉爷爷说 赤表师傅说这表太老旧了 只能卖一百元当纪念品 他爷爷说 你再去超市旁的咖啡店问问 他去了回来后笑着说 咖啡店愿意花五百元买它当装饰品 爷爷又说 你可以去附近的古董店再问问 他去了回来后喘着气惊讶地说 古董商愿意花十二万买下我这块表 爷爷又说 不着急 你再去博物馆找馆长问问 这次他面无血色地回来 结结巴巴地对爷爷说 博物馆愿意一百八十万买下我这块表 只要你肯价格可以再谈 爷爷说 让你做这么多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人和这块表是一样的 只有在对的地方 遇到对的人交往 才会产出真正的价值 把自己放在错误的地方 或负能量的人在一起 即使你的价值是最好的 也是一文不值 跟着努力的人 你都不好意思休息 跟着懒汉 当然多睡一会儿都是好的 职场上 不管你是前浪还是后浪 只要你跟对人 走对路 做对事 你就会变得自信 积极 主动 你才算是职场的赢家 压队派赢一局 跟对人赢一生 你认同吗